但是我要講 我對不起我後面還有故事 有一個看著中風一腳一手 還是要找他 為什麼 就是他因為好醫生 但是對不起 我做過一個 外國火區在台灣一個系列報導 我去拜訪各地的山上 他們是外國的靈醫會來開的 我那時候提出一個很嚴重 就是傳教士 對 我問一個 這個若瑟醫院也有在裡面 奇怪 台灣醫生這麼多 為什麼外國的靈醫會 還要有這麼偏僻的地方 還是外國的醫生在很大部分 他有很多人 包括教授跟我講說 對 本地的醫生不去啊 我誇了幾百萬去 我一個月拿六七萬 而且一個很嚴重的審醫師 就算醫學院的學生要去 家長也不讓他去 他說 我花了百萬 你給我拿一個六萬 所以問題就在這裡 這個價值觀不好 對 我們的價值觀一定要改變 我說我們很多醫院 醫生 很多醫生 但是不是大部分 都把這個卡 這個叫做健保卡 想像是這個卡 這個提管卡 你懂嗎 看到這個卡就看到阿公一樣 這個是不對的你知道嗎 我們盡量要避免使用它 但是現在很多醫院說 用越多越好 這個心態如果不調整 難怪照片醫生說 來喔 到底來騙喔 當然心態如果不對的話 馬上就上當了嘛 你剛才講的若瑟兩個字 這個話都傳出去囉 這裡面有若瑟醫院啊 為什麼若瑟醫院會有事 天竺教的啊 若瑟是天竺教的吧 那為什麼天竺教就會沒有事 Joseph嘛 對不對 他剛才講這些 當年外國醫生來開槍闢圖的 為什麼會有這種事情 要我講嗎 就是這些醫院找不到好醫生 對 找不到好醫生 所以喔 比較後段半的醫生 不只是醫術 所以醫德比較不好的醫生 如果醫術比較後半段 我跟你講 今天你醫術後半段的話 你的品德也會被落下 為什麼 因為你的病人少 你的收入少 就會影響到你的醫療 就會太歪步嘛 如果你門庭弱勢 大家都在白臉喔 你想這個 這個大牌的好醫生 還會去做這些事情嗎 我覺得這個不適用於 高醫的婦產科主任 許瑟角 他一定是 這個門庭弱勢的醫生啊 不然他怎麼會做到 高醫的婦產科主任 醫院當然 管理不做的責任 但是主要是怪醫生 還是怪醫生 當然怪醫生啊 跟法院一樣嘛 法官收錢你怪法院嗎 以後法院也要連帶處分 法院負管理不做的責任 人家再會罵你 已經幹到最高法院的法官 或者高中法院的法官 有人幹到情長 還去收錢 我跟你講喔 這個社會我們看多了 警察是牛盲的 對不對 那個法官吃飯人啊 醫生A健保 這本來就是這樣子啊 醫生還順序六流啊 你加上去A什麼 醫生不A健保 不會A醫藥商 不會A了 他上去A了 他上去A0嘛 A不到啊 對不對 他沒有連帶關係嘛 所以這種東西只是說 要怎麼把害群之馬 把他抓出來 揪出來 那這種情況下 因為這是雙管齊下 你抓到這個人 抓到醫生 你不被移送法院嗎 那你移送法院 現在動不動就講 無罪推定 那你覺得外面還沒起訴 還可以動不動就認罪協商 認罪協商 認罪協商要等起訴之後 一審判決之前才有認罪協商的問題 這個就扯到法律的問題 不要扯這個 那我是贊成要重罰的 重罰第一個 因為醫界它其實 雖然有三萬多 但是醫生之間 哪一個品德操作好不好 大家一定有數 這個人 那可以互相檢舉啊 互相檢舉啊 所以這個 我跟你講 這個人 你們同事院會互相檢舉啊 真的啊 我跟你講 我們沒有得會好不好 因為醫院 這些醫生 當開始去念書的時候 都想說我好好來行醫 但是因為商業保險利益很大 有些人去投保 因為商業市 投保金額越大 它賠償越多 它主要是要A商業保險 A保險公司啊 A保險公司 因為A就A好幾千萬 那你因為A保險公司 就會A到健保 健保是被連帶 連帶被A的嘛 這種情況下 你如果是去舉發啊 去辦這個案子 它就變成一個嫌案 那嫌案現在 楊志良處理的是 行政處理這一塊 我相信楊志良是希望快的 但是有時候受限離法院的進度 他有時候快也快不了 但是我相信 只要採取綜華的方式 鼓勵檢舉 有關在健保裡面有檢舉獎金啦 當然啦 檢舉就有獎金 白志祥 這種像我們選舉 選舉啊 買票啊 投票啊 檢舉 互相檢舉 如果辦案技巧 把重點擺在醫院 擺在醫生 如果被抓到啦 這樣要做污點證人啊什麼 反正辦案如果用力 擺在這一塊 這一塊的東西 就會比較乾淨